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来是中医师的医生好朋友周伟伦医生 为大家好 再来是健康好朋友谭敦池老师 大家好 再来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阿邦老师 大家好 先问一下新闻医师 台湾本地的竹笋评价健康又便宜 当然当季的选择非常多 刚刚讲竹笋事实上是非常好的食材 除了它富含纤维 它事实上还富含一种神奇的弱氨酸 对 弱氨酸据说对脑袋跟神经的传导非常好 对我们先讲一下 其实最近这个竹笋还算蛮好买的 我自己家几乎天天都会吃竹笋 所以我们先讲一下竹笋的好处到底在哪里 第一个好处我认为是口感 因为其实我蛮喜欢竹笋这种脆脆的口感 那当然它不是只有这个 竹笋为什么对我们身体有很多的健康价值呢 我们先看一下一些基本的营养价值 基本上竹笋里头含有三种我觉得很重要的元素 第一个膳食纤维 我们都知道我们吃一些蔬菜类 最需要的就是它膳食纤维去帮助我们调整肠道 第二个它其实里头含有蛋白质 第三个是它含有一些矿物质 对我们的调整血压是稳定 有帮助例如像是甲离子 那其实除了这些以外 我们刚刚讲那个叫做营养的元素 除此以外其实它暗藏着一些更好的东西 要在里头深深讨论我们刚刚讲的膳食纤维 刚刚提过了 还有一些我们说的矿物质跟这个维生素 这个我们刚刚也提过 除此以外其实竹笋里头含有一些多分类 比如说儿茶素阿胃酸绿原酸 他们其实对于我们身体抗自由 是有帮助的 所以其实你在饮食中 有些人不喜欢吃叶菜类的时候 你反而可以吃这种 所以有点脆脆口感的竹笋 其实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去补充 所谓的好的多分类 除此以外就是刚刚这个宁冠姐提到的 叫做洛胺酸 其实洛胺酸它是什么东西 它算是一种氨基酸 但是这种氨基酸对于我们身体 很多的荷尔蒙合成是有帮助 例如甲状腺 例如一个叫做肾上腺 那为什么这件事情对于我们现在 尤其这个阶段的大家 其实可以多吃 就要讲到一个 我们现在大家都可能知道就是疫情 我先讲一个我的病人 我相信蛮多人最近可能 大概好像二三十%的人 是已经有罹患这个新冠肺炎 那罹患之后其实就会被讨论 那个状态叫做 罹患的时候可能不舒服 但是它会延续一个叫 长新冠的症状 我这就遇过一个病人 他真的是我听过觉得 蛮悲惨的长新冠的症状 他其实有两大症状 第一个脑雾 第二个非常疲倦 他脑雾到什么程度 可能大家是比较有点无法理解 脑雾可以困扰到什么程度 那种脑雾 病人的叙述就是觉得整个人 就是好像没有办法专心 他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 他甚至到他以前在上班的时候 走过来的一个公司的同事 他会突然停止两秒钟 因为他真的认不出他是谁 他没有办法回应他是谁 但这件事情对他来讲 是工作上的困扰 他更困扰的是生活上 他以前是一个自主的 在家里会自己生活 在居家可以很好生活的人 现在他不敢自己在家里煮饭 他曾经有一次他煮饭 然后就开火开始料理 他以前都会料理的人 结果料理到一半的时候 他就突然闻到烤焦味 他才知道因为他火开着 他一直都没有关 另外他想说要泡澡 所以他就可能放好热水澡 一直放放放 放到有回去厕所上厕所的时候 才发现怎么水淹出来 原来我刚刚在放水 所以他的这个脑雾状态 其实让他困扰的很严重 但是这个并不是造成 他接下来的长心灌 最困扰的事情 困扰的点在疲倦 很多人其实是没有办法理解 长心灌的疲倦 那种疲倦是疲倦到 他提不起精神 他觉得每天都可以待在床上 我甚至有一个病人 是他的儿子确诊 他是血神 他说他妈妈很心痛 因为他已经在家里上课 但是基本上 他根本没在上线上课 他从头到头都在睡觉 因为他完全提不起精神 那我们要讲一下 提起精神这件事情 其实跟肾上线 是很有关联系的 肾上线可以帮助我们 去应付紧急状况 应付高压的状态 然而在这一段过程中 蛮多人会处于一种疲倦的状态 这时候我们可以补充 可以帮助肾上线稳定的一些原料来源 其中有一个就是所谓的弱氨酸 所以其实在这个夏天的季节 刚好疫情过后 你要消暑 或者是你要吃好的食物 其实不妨就多吃竹笋 真的 那这个请教林医师 竹笋是高营养高纤维的食材 而且热量还很低 所以有心血管 或者三高的患者来讲 事实上是可以食用的 对 其实很多心脏科的病人 或者是高血管病人 都会问医生说医生那我要怎么吃 那个基本上我就跟他讲一个原则 就是低热量 然后要控制你的三高 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 是对心脏跟血管最好的一个食物 那因为竹笋其实都要符合 这个高膳食纤维 那因为他的低热量 加上他可以控制你的血脂 也可以预防三高 所以竹笋是一个很好的 在心脏科是很好的一个食材 那本身有一个47岁的一个病人 本身他是一个上班族 他每一年公司都会健检 他已经好几年了健检 他第一次来看我的门诊的时候 他秀那健检报告都是红字 那因为他这三年来 他的血脂 他大概都是大概两百二左右 胆固存大概两百二左右 他血压跟我讲 他字数大概一百四一百五 他没有特别去控制 那另外他的血糖 大概糖化血色素 他验起来都六点八到七 他不以为意 因为他整个人是胖胖的 大概有点微胖 那我就问他说 那你这次来 为什么会来这个看门诊 那原则上他是说 我最近有加做了一个简单 叫做冠状动脉 钙化指数的检查 那发现说我的钙化指数五百五 我的这个健检 一直叫我一定要来看医生 所以我说钙化指数五百五 就是代表你的血管 是有硬化的现象 所以我就把他 仔细问了病史 他说的确啦 医生 我其实在爬楼梯的时候 最近觉得比较喘 有点闷闷的 我就说这个有点不太对 那我就帮他做一个心脏的检查 我帮他做了一个运动心练图 我发现说心肌有缺氧 结果说 你这可能要做心脏管 我要确定一下 所以我做了一做 我就吓一跳 因为他的左前降的前段 是完全百分之百 这个阻塞 他才四十七岁 那加上他钙化很厉害 就是五百五都是在 那个钙化指数都是在 左前降这个前段的地方 我就说这个血管 是最难处理的 其实这个花了一番功夫 因为他又硬 又整个塞住 还有他是从右边掌测试过来 后来我终于把它打通 花了两个小时把它打通 之后放了一只支架 那我跟他讲说 你其实术后 你的三高一定要控制 你才四十七岁 为什么你的血管这么糟 所以其实三高 其实是最大的原因 然后对身体的危害很大 尤其在血管的部分 像是高血 他会造成所谓的动脉的硬化 包括肾动脉 脑动脉等等 会造成梗塞 甚至脑溢血 还有一些肾血管 如果出现问题 可能会造成肾甩解尿毒症 那如果是高血脂的话 可能造成这个 所谓的动脉周状硬化 管心症 或者是脑缺血 脑梗塞也会跟着来 就是糖尿病 糖尿病我都知道 其实会让血管 一个慢性的发炎 那不管是大血管 小血管都会产生病变 包括大血管 有些心肌梗塞 或是一些动脉的一个问题 像脑动脉的问题 脑中风等等 那血管的病变 出血跟脑血栓都会有 那肾脏的部分 当然就是长期的 如果是糖尿病 会造成糖尿病肾病变 而造成整个肾脏功能衰竭 那接下来 我们的谭老师 就要来分享一个 健康竹很好料理 那老师做料理之前 先分享一下 老师我们今天 这个气质非常用心的 准备各种品种的竹笋 这个实在是很大 因为主持人都不想 把它拿出来 因为一拿都觉得 很重 很重 这真的很重 这可能有两三公斤 好 这个可能马竹笋 这个小家庭不容易负担 那市面上最容易看到的 其实是这样 对 小小的绿竹笋 夏天因为它凉拌 或者做汤 做炒的都很好吃 那老师 你身为职业妇女 小家庭代表 你平常都怎么挑 怎么用 怎么保存 其实我大概一般会买绿竹水 就这种 对 那买回来之后 你就洗干净 然后冷水下锅 那记得 你就是要没过竹水 然后把它煮了之后 你就整锅 不要开盖子了 就把它 就是你煮 满吗 对 就你是 轮水下锅 滚之后再滚15到20分钟左右 然后呢 然后就原锅放在那 凉了之后呢 你就把它就是放到冰箱去 那当然有的人 他喜欢那个甜的口感 会加一点米 所以我大概就没有这样做 我就直接就是把它煮了 好 等等 那煮了是带壳煮 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高汤就变成鲜甜的 现成的高汤 我其实那个汤没有在用 我就是会把它拿起来 就是单个的去保存 那单个因为煮熟之后 你还带壳吗 还是开始去壳 就是你要用的时候你才去 你如果没用就不要动它 好 所以煮熟的 你再把它放冰箱冷藏 那通常这样可以冷藏保存多久 其实我大概都是买菜的话 我就是一个礼拜之内会把它用掉 那这一个老师另外分享 还有一个保存的方法是这个 这个是什么纸张 它是没有软色没有漂白的纸张 那有时候你回来你可能没时间煮 其实你就可以用一点点盐 抹在它这个切面上 好 这样子它比较不会老化 然后我给镜头拍一下 老师先把这个纤维的纤面 抹了一点盐 然后呢 然后呢你就用这个纸张 先把它包起来 好 就是你原始的纸张 然后包起来之后呢 你就稍微把它露个头没有关系 然后呢就把它放在袋子里面 然后呢不要封起来 因为封起来很容易发霉 然后直接呢就放到那个冰箱里面去保存 再套个塑胶袋 好我们弄了一个小小的头 没关系 然后用一个塑胶袋 然后放冰箱的冷藏吗 对 冷藏 然后呢还是尽快的煮了它 这样会比较OK 好 所以这个等于是生的煮笋 你就保存的方法 对对 那如果你这个通常你是比较干脆 先把它守煮 对对对 那它会更好保存 它的鲜甜跟水分跟纤维 都会保存得更好 对对 其实你就是有时候 像我这个煮好之后嘛 然后放了稍微凉 之后 有时候我就敢要再泡个冰水 然后把它封起来 就是你也可以直接就是 可以就是直接上菜了等等的 那这种这么大的笋子呢 我大概就是会分好几段吃 对对对 好 那老师现在这个 今天要分享的是 竹笋海鲜羹 对 那其实我会像那么大的竹笋 我就会分好几个部分 有一个部分呢 就是把它农成吃直接 就是可以凉拌或者是 那个就是炒啊都可以 那比较多的 我就把它煮成汤菜类的东西 好 老师现在先拌炒两个海鲜 一个是虾仁把它切丁切块 另外一个是这个 好像是花枝 透抽 透抽 因为现在这个时间 透抽还蛮多的 蛮新鲜的 老师你刚刚的分享 这个是竹笋 把它切小切丝了 对 把它刨成丝了 刨成丝了 然后待会要煮汤 对 那我现在请问你 以这么大一根为例 哪个部位适合吃凉拌煮笋沙拉 哪个比较粗 要来炒肉丝 对 其实大概前面这一小段 我就会直接把它拿来 就是可以凉拌的吃它 那当然也就是你喜欢什么样的酱 其实我大概很少用沙拉酱 我都会用那个百香果加辣渣 然后直接或者加一点芒果也是很好吃 然后加一点蚝油 这样沾着吃很好吃 然后后面的这一小段 我有时候就是把它切成丝 那你可以炒菜的时候用它 对 然后再来后面的 大概就是煮汤 很好用 那我们现在有刨成丝的 对 这个也是让它直接在锅内让它拌炒 对 另外还有刨成丝的是胡萝卜 对 其实你还可以加什么香菇木耳 反正你就是喜欢什么都可以 那这个就是每一口你都可以吃到高纤维 其实这个季节夏天很多海鲜蛮肥的 对 观众朋友都可以综合海鲜来跟着做 跟着复制 对 它性还是含粮的 所以它是走表 性含而走表 或是让皮肤生疮的病人 还上去不要太大量吃 在夏天的时候又是这个当年的季节 吃了这些竹笋 你的竹笋可以消水肿 可以改善这些心脏病人产生的一些不适感 你现在加的是少量的汤水 对 基本上我们就是只要把它煮开就可以了 好 那我等一下煮开的同时 我发现老师今天准备了个粒 是 你的好活 这个是今天的吗 所以它还很新鲜 对 这是早上我特别去菜市场买的 对 所以我就一直让它在吐沙的状态下 但是应该也吐得差不多 好 你的吐沙的pet ball是什么 其实你就是直接给它泡水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时间 你没有加盐吗 我没有 我没有 因为我觉得这个本身它就蛮干净了 然后呢 其实在水中它就慢慢吐沙 我没有特别的去加什么铁钉啊盐 我没有 因为它这个算是蛮新鲜 而且它有先吐了 所以比较没有那么在意 好 所以如果你真的买到还在吐还新鲜的 其实你是普通的自来水 开水就可以吐了 那有些人加上盐 或者加上铁钉是帮助它吐温化 加速它吐 好 那我们待会烧它的同时 请教一下周太医 中医怎么看竹笋 对 竹笋在春夏天一直是百叔之手 在美食家来说 就美食家古代清代美食家就说 它是味道很纯滑 而且肥白而不渣 如果说你在清晨天还没亮 跟我一样勤走基层去挖过就知道了 完全在看不到的时候 你一定要把它挖起来 一只要一个出个青色的 它就开始变渣了 就开始有纤维出来了 但以前我也是不是跟谭老师一样 我就只知道吃竹笋 因为竹笋去清炒就非常好吃 没有渣 就像水里一样好吃 就吃一吃 在我年老色衰 在差不多四十几岁 我发现奇怪 我是因为切竹笋切太多 吃太大盘 蘸太久了腰痛吗 没有 我每次吃完竹笋的第二天 我腰痛到不得了 真的吗 为什么就觉得很痛 我以为是占太久 后来发现 其实竹笋它性还是寒凉的 所以它是走表 性寒而走表 所以举凡有关节疼痛的 或是像皮肤生疮的病人 还是要注意不要太大量吃 于是我就提供一个方法 给我的另外一个病人 就像谭老师的方法一样 因为我有个小女生病人 她在运动用品店 每天都要穿着运动 起来很紧身的裤子 所以她要么就是 因为讲话讲太多 咽喉干燥肿痛 要么就是阴道尿道常发炎 要腮计常去泌尿科 复展科看 她就是不能喝水 尿尿又不够力 那我就跟她说 那不然我们来吃点竹笋 她说不行 她每次吃竹笋 我就头痛 筋痛 手脚发冷 因为它属于虚寒性的 于是我跟她说 那不然你这样跟我一样好了 你跟我一样吃酸辣汤 我们利用一些菜的一个特别属性 和食物的属性 去改变到竹笋的含力和滑力性 因为竹笋本身可以轻微热 消炎 利尿 降一些肺热之类的 可是呢 它又有性叫含凉 所以我们看到说含性食物 如果你用一些辛辣的东西 包括像醋类 白醋类 辣椒 胡椒粉 甚至像谭老师用海鲜 还有一些胡萝卜 去改善掉含性食物的一个含性 它可以去平滑它 又得到一个竹笋的用处 是比较好的方法的 好 那唐老师这个时间 这个汤滚了之后 放下去的是秋葵 然后放下去蛤蜊 再煮它一下 好 那煮它的同时 我再请教一下新门医师 很多人要控制体重的时候 要减肥的时候 常常觉得竹笋是个好朋友 真的吗 这是真的 其实刚刚我看唐老师料理 如果是我自己的话 就会放心的吃它 其实你知道在减重的过程 我相信 因为我自己在看减重门诊 我常遇到减重病人 在减重到中间或后面的阶段 他觉得最痛苦的事情就是 他觉得他吃的东西真的太少了 我最近有个病人 是他其实一直不明白 为什么他吃的东西量不多 但是他的体重 一直都没有办法下降 这时候我就告诉他说 其实你可能选择的食物 只要换了一下 把A换成B 可能就会有效 所以到底什么是我所谓的B 就是好食物呢 我在这边跟大家推荐几个好食物 包括蒟蒻 竹笋 番茄 菇类 除此以外 我再延伸一些东西 比如说玉米笋 小黄瓜 黑木耳 胡萝卜 还有里头的秋葵 这东西有一个特点 脆口 好咀嚼 你会很需要很多时间咀嚼 那为什么这些东西 其实对减重是有效的 其实很多人在看 我们说在算 所谓的卡路里的时候 你都会去斤斤计较的是 你直接看到的卡路里值 其实却会 等于说你忽略掉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一般人不知道 叫做摄食产热效应 什么叫摄食产热效应 其实我们要想象 一个食物吃到我们嘴巴里之后 我们的身体接受到这个食物 它开始先从嘴巴咀嚼 肠胃道咀嚼 消化吸收 储存代谢 这一整个过程 我们身体要耗能 所以其实我们目前为止 认为哪些食物 它的这个残热效应比较好 简单也就是你吃越多 有可能瘦越多 哪些东西比较好呢 例如第一个 少加工的食物 比如说你今天吃一个蛋糕 基本上你身体 消化吸收很快的 所以它不需要花这个能 就变成它进来的热量 就是纯的热量 进到身体里头 第二个原型食物 所以像我自己在家里 我可以不吃白米 我会吃糙米 我就不会吃白米 或者是我能够吃 越原始的食物 我就会吃越原始的食物 其实我们刚刚提到的 那些所谓的竹笋 番茄 黑木耳 玉米笋 它们都是属于高鲜 并且它们是很原始的食物 另外还有一个关键 是蛋白质跟纤维 这两个都可以 所以假设你在吃食物的时候 有些人都会局限于说 我应该吃的总热量是多少 其实不止 你要再把残热效益 给考虑进去 一旦残热效益高 你的总热量又低 其实相对下 你可以吃到的食物 我们累就可以变得更多了 好 同时间 我们谭老师的海鲜羹 烧好了 对 然后这个其实调味很简单 就只要一个盐就好了 好 着亮的盐 然后也可以有着亮的白胡椒 或者香菜 这个香油搭配一下 对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 谭老师今天用当季的食材 是竹笋 我们吃得到它的一个鲜甜 这个竹笋本身的鲜甜 跟它一个纤维的口感 那另外的话 它是很大量用的一些海鲜 提升它的鲜味 那我觉得最聪明是用这个活的蛤蜊 因为蛤蜊 它熟了之后 它的汤汁会流到汤里面去 最后再撒上一些所谓的秋葵 秋葵有一点滑嫩的那种感觉 那以往我们的海鲜羹都是用勾芡的 但谭老师这个是很健康 它不用勾芡 那只要用一点点轻微的一个 所谓的盐来做调味的话 就可以趁热出整个海鲜羹的 非常的美味 还有滑嫩这种口感 是非常适合 这是夏天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食谱 竹笋其实它有一个很大的作用 就是它可以消水肿 尤其因为我们在心脏不好的病人 其实夏至很容易水肿 那其实如果你有在夏天的时候 又是这个当年的季节 吃了这些竹笋 因为竹笋可以消水肿 可以改善这些心脏病的 产生的这些不适感 像是夏至的水肿 那其实水肿 它其实潜藏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 有可能是夏至血管的问题 那其实我最近有一个病人 我记得是一个骨科的病人 他是78岁的老伯伯 因为他之前是一个所谓的退化性关节 右脚的退化性关节 他去做全这个关节的置换手术 那他出院之后呢 过了一个礼拜之后 他的家属就把他带来我的门诊 他说伯伯最近都不太走路 那不太走路因为手术之后 他因为他走路 他说抱怨脚会痛 结果他家属把他的脚一伸开 哇他脚腫了跟向腿一样 那我就说好 那伯伯你就把你的脚 整个裤纹拉起来 两只手拉起来的时候 我发现两只脚的尺寸不一样 他的脚的水肿非常的严重 右脚的水肿非常严重 就开刀了那一只换只那一只脚 那我当下就怀疑说 会不会单侧的脚水肿 会不会真的是一个所谓血栓的问题 所以帮他做一个理学检查 帮他压进去 但这个弹不起来 他的水肿还蛮严重的 所以我就帮他抽个血 发现他血栓指数比较高 所以我当下觉得 他应该是一个所谓 深层静脉血栓造成的脚的水肿 所以我当时给他一点点利尿剂 给他处方抗凝血剂 那后来我就帮他再做一系列的 一个脚的血管的检查 然后发现说 他的脚的右边的这个骨动脉 跟所谓的骨动脉的地方 基本上都有看到一些血块 堵住了这个深层静脉 所以堵住了深层静脉 就造成那水 他没有办法回流到心脏 所以他整个就聚在脚 脚就整个肿起来 所以我跟他讲说 这个其实会有危险 因为他当然血栓如果他比较大 剥落之后会造成肺栓栓塞 所以其实他可能会是一个 致命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常常在讲说水肿 他是潜藏一个所谓的危机 如果你是单侧的脚水肿 其实他可能是局部的血管栓塞 也有可能是淋巴的水肿 也有可能是你体质 是本身的局部的一些问题 血管的一个功能不良所造成的 那如果你是双侧的脚水肿 就比较麻烦 因为他可能是全身性的 或系统性的问题 包括你可能营养不良 这个其实在台湾比较少见 会吃到营养不良 造成水肿是比较少见 不然就是吃一些药物造成的 会造成一个水肿 或是肝硬化 或是肾脏病 或是心脏衰竭 都会造成一个很厉害的 两侧的水肿 我们常常在水肿的病人 我们会帮他做一些理学的检查 所以理学检查 就是我们要触手去压 他压了之后 如果他会不会弹起来 第一个压进去之后 如果他不会弹起来 他需要多久的时间才会恢复 当然时间越长 代表说他的水肿都会越严重 有时候会大于20秒 这种就是超严重的水肿 所以有严重的水肿的时候 可能身体告诉你一个 很严重的一个危机 在身体里面 那我接着也请教郑医师 刚刚讲竹笋富含高纤维 对于现代人来讲 这个纤维的补充是很重要的 特别临床上 看到很多大肠癌的患者 事实上的纤维摄取都不够 纤维的摄取量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在台湾大肠癌的问题 到底有多严重 那这边的表格 是我们最新2021年的统计 那可以看到在台湾 去年因为癌症死亡的人数里面 第三名就是我们的大肠直肠癌 跟肛门癌 那这是死亡的原因 那如果看发生的总数的话 其实大肠癌是十大癌症里面的第一名 那我们都会好奇 那大肠癌究竟有没有什么症状 可以让我们做一些警觉呢 那大肠癌随着它的发育 可能开始表面会有一些 粘膜剥落出血 所以你可能在分辨里面看到 有血有粘液 那他如果占据空间 让你大便必须要应急才过得去 你就会看到大便变得细小 那甚至引起排便习惯的改变 包括经常性的腹泻便秘 那他发育因为吸收大量的养分 所以你可能体重会减轻会贫血 那最严重的时候 你有时候甚至用摸的 就摸得到了 前一阵子有一个 大概四十几岁的男性 他来我们门诊的时候 紧张兮兮的 他很紧张 他说他很怕自己是大肠癌 那我就问他为什么 因为还那么年轻 他说他的大哥是最先发现大肠癌的 在年初的时候做大肠镜 那还好是还算早期开刀就好 但大哥因为非常的有sense 他说这个可能跟家族史有关 所以在他一生令下 就是全家都去做大肠镜了 那结果也很可怕 就是他爸爸也是大肠癌 那妈妈虽然不是癌症 但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息肉 那接近于是早期癌 那他还有一个姐姐做出来 也是大肠癌 那所以他很怕自己会不会是下一个 因为他是最后一个做的 那我们就帮他做了一个大肠镜 把他全部大肠都看得很清楚 那检查之后是 我是有点吓到 因为他里面非常的干净 连一颗息肉都没有 那他醒来之后 我就跟他在聊天 那他就跟我分享说 在他们家里面 全家都是美食主义者 那常常就是妈妈煮饭出去吃饭 大家就是吃肉 大鱼大肉的 那他因为比较喜欢吃菜 那常常就是在青菜尾 而且他的菜尾常常就是高鲜的 这些大家比较不喜欢吃的东西 那他觉得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子 造成他没有息肉 没有大肠癌 那但是我也去查了一些文献 那发现在2019年有一篇亚洲地区做的统合分析 那如果在所有的族群里面 你吃的纤维量是符合当地的政府建议的 那像在台湾就是健康579 女生7份男生9份的蔬果 如果吃到符合这个建议的量 那大肠癌的发生率是其他族群减少三分之一的 这个很有意义 那甚至你把纤维的摄取量 分成五个等级的话 那吃的最多的这个族群 连席肉的发生率都会下降 那这可能跟这些纤维的抗氧化的效应有关 那另外多吃纤维 因为可以帮助排便 可以减少毒素留在体内的时间 这可能也是有关系的 那接下来阿凤老师也要分享竹笋好料理 好 来 那我们今天呢 刚刚宁官说看到那么大的笋子就头痛 对 那他会买最小的 今天不管大笋或小笋 你都要学会看笋子的纤维来切 那我们刚医师也提到了 就是吃因为笋子的纤维跟消化也有关系 所以不管你怎么煮 比如我们说夏天吃凉笋 要有那个美乃滋在上面 其实它是有理论的 如果没有那个油脂 你在消化也会有问题 所以我们在切的学问跟调味的这个调理的部分 油脂刀工都很重要 所以我今天呢就用家里 我们比如说夏天你要煮汤 我今天说你买回来的鲜笋 你可能最快的速度 刚刚谭老师也说了 你买如果一点点的笋 那没有问题 我一颗我今天要拿来煮汤 如果你一次买多一点 你可能要像谭老师刚刚说的 你用煮完 你要把它学会泡在水里面 放在冰箱冷藏静置 那这样子保存 它可以保持笋子的鲜嫩 那这个煮笋子的水是很甜的 那如果妈妈你有 你是很大胜肝买很多 你去冻了那一锅之后 比如说你一大锅你冻了两根 夏天去冻很容易会 因为你去冻那一锅水 就会败坏 真的喔 对 因为你去搅动的那个水 你记得你隔两天之后 你那一锅带笋子的水 你要把它搬到电锅 外锅再用一点水 再重新去把它蒸到沸腾 再放置 放凉 它还可以再放回冰箱保存 就不会坏掉 这是一种保存笋子的模式 这是提供给大家 那再来不管你大笋小笋 笋子它长的时候 就是没有出笋子在土里面 比如说这个买笋子的时候 你看这个比较黄 这个比较绿 这个就有带青出笋子 这个要选的时候 就是要先捡这支 它会比较好 对 然后身体胖一点的 会比较 对较有辣 然后呢 那个较胖的 就比较贵 所以表示我今天这一颗 这一颗是我亲自去产地挖回来 这一颗是贵的地主笋 它像一只牛角一样 那我们在家里面 你煮 比如说你煮排骨汤 你煮鸡汤 有一种方式 你要讲说笋子要煮好长的时间 以前阿嬷说要煮很久 那我们在家里面 你可以煮一锅汤 比如说我今天煮鸡汤 上面会有浸出那个油脂 那不要开大火 不要开大火煮出来 上面有一层油脂 那对 我们现在就要让那个油脂 浸在表面上 那我们就来切这个笋 那切笋子 比如说它是直直这样切 林冠你可以看到 我现在就把这个笋子 你从这里切 我把它燃腰分两部分 我们把它裹拌之后 内皮现在煮炉 本身可以轻弹火 除脑炖 味热很重 让身体的湿气困重 手脚沉重 可以去化解它 如果它真的跟食物结合 草酸钙在肠道里头会被排除 所以相对下的量 其实是并不高的 前面的这个部分 它是比较嫩 对 好 后面这个部分 相对一口吧 可是相对它的这个 比前端是稍微老一点 那我们要省时 我们比较稳 家里面妈妈你的手法 如果这样子 你在这里切片 我就把它切 因为我要省时间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这样切 那什么意思 我们这样切的时候 我们已经把它原始直的 那个纹路纤维 已经把它做了截断的一个动作 这很像我们稍露 顺纹跟蜜纹切 对 其实那个道理就一样 好 然后它是不是变成一张像纸一样 轻飘飘 好 那这时候我们把它放下去 所以它就算是生的 它也熟的快 对 低熟的快 很节能 好 我们现在讲净零排放 就一样做菜也可以节省能源 再来它是不是下去很薄 它每一根纤维很快就吸到 那个汤表面的那个 入味 鸡油 排骨的油脂 然后你可以看到 它是不是在吸在表面 那这样是不是可以很快就熟 那反而你前面的筍尖 它的纤维是很嫩的 那如果我现在刚刚 又照刚刚的方式切 你把最嫩的部位 全部通通给截断了 你吃起来就说 哇 怎么都没有口感 都不脆了 所以这时候 我们刚刚是这样 改过来了 真的 厨房真的是科学 它事实上还是纤维组织 那个密度有关吗 就是它这样维持的挺度 你看看我现在一切开 它即使很薄 可是你看看它维持的 就是很挺的那个质感 好 那我们现在就把它放进来 所以同一锅汤 它不同的位置 它的切法就不一样 它就会有维持不一样的笋子 那妈妈你在家里有熟的笋子 你可以再好调皮一点的 你可以放一点煮熟的笋子 放进来 你就发现 对 不同的状态的笋子 它煮出来的风味 那这时候 好感会不一样 对 这上面它就会把短时间 我们再把它煮滚 你上面的油脂 会少很多 对 它就被笋子吸走 对 你的汤 基本上它会有笋子吃到油 对 你喝到的汤比较清爽 但是不要盖盖子 这样你的汤它才不会浊 那竹笋排骨汤 竹笋鸡汤就这么简单 有没有可以搭配的 有 那没有别的 另外一个字叫做香 那在夏天找得到同等对等食材的 还有一个可以用的 妈妈你们在这个同样竹笋生产的这个季节 你在市场你偶尔会看到奶奶或者阿嬷 他们会有种 拿出来再卖 端笋节挂在门口那个香茅 等等等等 这不是东南亚料理才会用 对 所以这个是 你一定闻不出来 对不对 我今天这一锅汤里面 有香茅 拍水我真的闻不出来 它不会强调竹笋的香味 但是它非常的香消暑 然后在我们现在 不管你从那个大卖场 小农市集都买得到 有时候妈妈你煮鱼汤 你就买一把放冷冻 然后我今天就放在这里面 你可以用它 然后我的调味也很简单 就直接 我没有放盐 我放一点点的 就放一点点的硬瓜 我跟这个硬瓜借味道 然后直接放进来 其实我们有些那个硬瓜 或者腌制那个剥皮辣椒 它有的时候搭配鸡汤排骨汤 就特别鲜美 那我今天呢 还有另外一个 这个凉拌菜 它滚的时候 我们做另外一个消暑 因为现在吃笋很方便 做起来之后 我有做了 就把那个笋子切起来 好 这一个是笋丝 也是绿竹笋切的 对 然后其实我今天 超级市场也常常买到 对 就是很方便 这个我们现在就是 产地到餐桌就缩短 因为毕竟对现代人很 那所以我们现在的农业加工 是很方便 就直接在产地 然后那天也刚好去看 就带一包 我就想说把它带到我们节目 就我觉得大家如果觉得不方便 像这样子 你就很方便 好 那这边呢 我今天就调一个就是焦麻 好 那我焦麻 我觉得 我们要做焦麻竹笋 对 我要做焦麻口味 然后用的用黑色的芝麻粉 就补一点钙 各位观众朋友 你现在看到黑黑的粉 叫做芝麻粉 这个是无糖的原味的芝麻粉 对 我就是补钙质 好 那它也是一种油脂 这个就基本上 让它这样小火滚 好 来 然后把白色 好 把笋丝放下去 有到白色 然后用白色 把它盖起来 我好难想像是什么口味 待会让你试吃 好 好 然后我们现在在这里面 我们来调一个 这个你们很熟悉的味道 焦麻酱 好 我们放一点蒜泥水 好 蒜泥水 这个夏天凉拌 常常用这种基础的焦麻酱汁 对 好 放一点花椒粉 好 花椒粉 再来 酱油 酱油 放一点白醋 白醋 好 再来就是焦油 这个 对 好 就是那种焦油 然后我今天 就买一点点的这个 就是 蒸一点鸡丝 鸡丝 我们传统的焦麻鸡 就是用这种酱料拌鸡丝 对 只不过我今天没有用芝麻酱 我用的是芝麻粉 而且你把下面传统的焦麻鸡 有些时候是变小黄瓜 对 我把它换成竹笋 竹笋 然后是黑白狼均配 然后这些放上来 好 然后很清爽的 然后我们的焦油 是后面在淋的是不是 所以焦麻酱的层次是这样 那如果有芝麻酱的 没有 你就换芝麻酱 你就用芝麻酱 你就不要用芝麻粉 也是可以的 对 我先把这些都放上来 好 其实这种配方 就是夏天的凉面酱 但是你可以微调 喜欢辣的多辣一点 喜欢麻酱的多辣 然后这个油脂呢 基本上 因为是竹笋 所以我喜欢它是干净的 好 所以这个是辣油 辣油 提香 放上来 好 漂亮 好 这一盘餐厅可以卖350 对 可能不只 不光看就觉得好吃 只要现在通膨的话 长下 好 然后它是比较干净 所以用了其实大家会想说 一般用白芝麻酱 那其实我觉得我们 节目上的很多的妈妈家里面 都有现成的这个 黑芝麻粉 在早上可能泡牛奶之类 我觉得你就不用特别再买 然后就这样子可以配 然后配竹笋 黑白配 我觉得很漂亮 好 那我们就来上菜哦 好 这在美食界算是最高级的两个做法 在美食家来说 它的心目中 第一个就是素以白水 昏以肥猪 肥猪不是在骂人的意思哦 只有竹笋这东西太特别了 那素的话 你就竹笋汤 加水就可以了 昏的话 你借油 使油 用一些猪肉 鸡油的话 下去让它风味变了 而且改变它的属性特好的 那谁适合一年四季吃呢 不是 一年是五季 在中医来说 春夏秋冬 中间加了一个长夏 长夏在台湾的话 就是有些时候 南部会在梅雨季节后 夏天后开始大雨特别多 湿气比较重 北部会在一个夏天之前 四五月的时候 梅雨季节多 夏天湿气比较重 在这长夏的过程中 人会很不舒服 像我们有些病人是上班族 上班族怎么会湿气很重 又不在外面卖西瓜 为什么这么重呢 因为它本身在冷气房里面 冷气来说 夏天气血浮于表浅浮于外 结果里面内脏是空掉虚寒的 二十四手摇影 麻辣锅 伤到它脾胃 让它湿气变重 脾胃湿气重 所以它有一些下面以下的症状 好比说 它明明夏天在冷气房 头皮 头发一直出油 脸上在脖子 一直长一些小脸吧 对不对 甚至像肠胃湿气重 脾胸 它睡觉开始会流口水 甚至像它每天很困重 头就脑顿顿 想东西想不起来 甚至大便很不容易 清掉排掉水排掉 这个在中间来说湿气重 于是我们就跟它说 那你应该多吃些竹笋 它说竹笋汤我可以带 可是竹笋排骨汤 我不会像阿邦老师 做那么好吃怎么办 介绍大家竹乳 那竹笋本身 这是什么 竹笋就是竹子的内皮心 就是竹子我们把它剖半之后 内皮心叫竹笋 本身可以轻弹火 除脑顿顿 头重 头不轻 然后火气很大 胃热很重 让身体的湿气困重 手脚沉重 可以去化解它 很简单就把竹笋加水去泡 你煮绿豆汤加两颗竹笋 你煮竹笋汤加两颗竹笋 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配方标本的 那接着也请教郑医师 刚刚讲到现在人因为纤维摄取不够 所以容易罹患大肠癌 那另外一个是这个老化的过程 大肠气势炎的比重也可能增加 那大肠气势炎发作的时候 可以非常非常的厉害 那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之前遇到的案例 就一个七十二岁的伯伯 那来门诊的时候 他捂着肚子 非常非常的痛 那进来 那他说他最近的两三天 大概吃东西都会吐 那甚至到了当天的早上 已经开始发高烧了 那我们帮他做理学检查 摸一下肚子 那发现一压就痛 那放开的时候更痛 那医学上我们这个叫做反弹痛 是怀疑有肠穿孔 造成腹膜炎的时候的 一个很紧急的症状 那他后来做了电脑断层 那发现是气势发炎 那他的原因是有一块 很硬的石头 粪石卡在他的气势里面 那引起的局部的感染 那还好他实际上是肠子 还没有穿孔 那到底什么是气势呢 先给大家看一下照片 那这就是我们在做 大肠镜的时候 会看到的气势的照片 那我们的肠道就像是一个气球一样 它是一个有弹性 可以鼓胀的一个器官 那如果这些弹性 它局部有一些硬化 就软硬不匀的情况下 那这个气球吹起来 就会有些地方 可能会往外鼓出去 这个就叫做气势 那这会跟年纪的老化有关 那统计上60岁以上的长者 大概有一半的人 都有大肠气势这个问题 那如果平常我们吃东西 可以有足够的纤维 排便很顺畅的话 那或许有气势也没什么问题 但如果你的粪便是偏硬的 你可能纤维不够 那粪便里面的水分 又被尝到吸干 那像我们这张图 就是一个粪食刚好卡在 我们这个洞里面 那它有时候可以越来越大 那造成局部的发炎 那这个时候叫做气势炎 它会非常严重 那在急性发炎的时期 必须要做抗生素治疗 那如果造成穿孔 就需要开刀 所以这个多摄取纤维 这个调整保养肠道 真的很重要 那这个也请教一下新门医师 网路上有一种说法说 竹笋吃多了容易腎结石 是真的吗 其实有一些阿哥骂 他们甚至会因为这个谣言 说小朋友不要多吃竹笋 他的原因是什么 他就说因为竹笋里头也还有草酸 那草酸会跟钙子结合 那小朋友在发育的过程中 一方面腎结石风险高 第二方面这个钙子可能就不够 他就找不高 那这个事情到底有没有 好我们还是来稍微的 用比较科学的方式破除谣言 第一件事情 其实煮水我们通常不会生吃 我们会水煮 在煮的过程中 其实草酸其实就会 已经破坏掉一部分了 换言之实际上 你吃进去身体的草酸量是低的 第二个其实草酸会跟我们 如果它真的跟食物结合 草酸钙在肠道里头会被排除 所以相对下的量其实是并不高的 所以其实很多人他会觉得说 吃食疗反而会造成肾结石 这一件事情 其实我们还是要跟观众朋友说 真的比例很低 如果你真的觉得很揪心 觉得每次吃到 你就会想到草酸钙的时候 其实我建议你可以把你的 这个含有草酸的食物 跟你的钙子食物分开就可以 那讲到肾结石 其实讲到最核心的 还是跟生活饮食有关 我们前段时间 在我们急诊室来了一个年轻女生 他去北海湾玩 玩到一半突然肚子痛 本来以为是肠胃炎 可是痛太奇怪了 腰酸腹痛 痛到很严重 直到结血 然后他觉得这个一定要去急诊室 去急诊室因为症状实在是太典型的 就是所谓的像肾结石的症状 所以我们就开始进行一些治疗 那当然后面就OK 那这个女孩子 她以前其实就有曾经发现过结石 但是从来没有发生 这么严重的输尿管结石 所以我们就问她到底发生什么事 通常都真的不是因为食疗的关系 她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去北海湾玩 天气很热 所以一直流汗 但是因为玩的时候很开心 所以没有喝水 其实肾结石到目前为止 就是水喝不够 对 其实真正最高的风险 还是跟摄取水量有关 所以如果你真的担心 不是食疗少吃 而是多喝水 就可以避免肾结石的状况 谢谢新门医师的分享 也谢谢我们这么多好朋友的分享 我们今天分享的 健康好料理的食谱跟做法 也都会po在年代 Munch台健康好生活的脸书 还有LINE跟Teggum的官方账号首页 影片还会上传YouTube官方频道 欢迎观众朋友扫描QR Code 欢迎大家订阅跟收看 那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时间准时再见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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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